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太惊艳了是不是 不逗你 不逗你了 你们这个店都叫毛肚火锅了 主打肯定是毛肚对不对 是的 我们家有两种毛肚 吃了这么多火锅 火锅里面也会有毛肚 因为这很经典 但是我第一次听说有两种毛肚 那这两种区别是什么呢 感觉好想看一看 这边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毛肚 这是你说的什么 大片大片的 口感特别的脆 一种是醉的 还有一种是醇厚的 醇厚的是哪一种 醇厚的就是这碗线毛肚的 哦 还在手上是不是 你看我们都是现装的 特别的新鲜 就两种口感完全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好夹 好夹的不只是毛肚 还有新鲜黄猴和新鲜牛百叶也是主打 每天都是现彩的新鲜黄猴 大片脆滑 精选优质水牛百叶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口感脆额不腻 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周星驰说 精选特制牛百叶 居家旅行 大人小孩同吃 然后什么必备良品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火锅好吃 但最重要的其实是锅底的选择 鱼小娇毛肚火锅的五种锅底 其中四种都是由滋补军汤与其他搭配 选用的是云南天然珍贵野生山菌种 每天闻火熬制八小时而成 既能体验军汤的醇厚鲜香 又可美容养颜 滋阴补羊 而底料是手工炒制 酱料是自制 与其他由供应商提供酱料的火锅店完全不同 除了食材和锅底呢 对于火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蘸料了 哎呀 这家店呢 特别的贴心 你看 鱼小娇毛肚火锅 吃什么东西蘸什么料写的清清楚楚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比如说吃献切牛肉 就用沙茶酱 香菜末 葱花 比如说你吃这个鲜虾滑呢 就用海鲜汁 蒜泥 小米椒 葱花或者香菜末 还有什么肥牛 羊肉 毛肚鹅 肠黄猴 都有对应的配料 根本不要你想 而且保证你不会吃错 好了 火锅 蘸料什么都有了 接下来呢 就等着你来吃了 今天的霸王餐呢 就是请大家吃好吃的 这好吃的已经摆在桌上了 那你们呢 来做个自我介绍好 哎 你有多高 171 他171 我175 谢谢 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 朱丽阳 那你身边的是 朋友 好朋友 对不对 我知道 好 那你们两个好朋友吃了多少钱 223 你告诉我刚才你吃了多少东西 吃了好多 全是肉 你已经吃饱了 还是刚刚后几吃 已经吃完了 天呐 那你 你的对手就感觉很划算 哎 你是那个主持人刘 长得像 长得像 我姓万 单名个宣子 万宣 所以你也会做菜吗 不会做菜 只会吃 你今天是跟什么人来 跟我朋友来的 那这个丸子你吃了没有刚才 吃了 吃了 吃了多少 吃了一盘 一整盘 一整盘 一个刚吃饱 一个吃完了一整盘 我也吃饱 所以你觉得你能赢吗 呃 我能赢 你是南昌人吗 我是南昌人 必要塑罢好不好 金嘛 你这桌是500多是不是 530多 你这桌200多 哪一桌能够赢 哪一桌能够免单 看你们的实力和运气 准备好了啊 预备 开始 哇 看起来这动作很迅足 草就不要吃了啊 加油加油加油 不多啊 跟你们肚子里比的 比起来真不多 你不是一般人啊 你过来 你过来 你告诉我你是 你是怎么长大的 专吃肉 专吃肉 什么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哎 你是 弱爆了 哎 吃完了咽下去才算啊 我们倒数五秒 5 4 3 2 1 赢了啦 好厉害 恭喜你 哈哈 哎 那个 哎 你过来 你回来一会儿 你真是弱爆了 叫了你不要缩抛 不要缩抛 八折 送给你 另外还再送给你一个丸子 收好了啊 好 那你这边是会免单 还是几折看手机了好吗 好 看完他的实力 看他的运气 你觉得他能抽几折 抽七折 哎 好快呀 三折 几十块钱就可以吃了这顿了 是不是 恭喜你 恭喜这两桌幸运吃货 不仅参与了地宝当家霸王餐的活动 而且不管输赢都有福利 赢了抽到了三折的优惠 输了也有八折 那这会儿快拿着你们的折扣去享用今天的火锅大餐吧 那你们家店啊除了有黄猴啊毛肚啊 这还有什么是可以让别人多选择一些的食物吧 我们家的那个重庆小酥肉啊也是点击率前五名的哦 那个我们都是现做现炸的 那个外脆里嫩 口感酥脆焦香 又是一个经典的东西 对对对 黄猴牛百叶 另外另外的话还有那个我们的鸭肠啊 还有鲜鸭血 还有手工鲜虾娃嫩肉 都是我们的招牌 你一边说一边感觉就想流口水了 那吃着吃着觉得口渴了 一般别人在吃火锅的时候喝点啤酒啊或干嘛 但是有的人又不能喝酒 你们这里有什么好点的饮料吗 我那个对的吃火锅大家都觉得会上火 但是我们家推出了一款那个小吊鲤汤 是采用优质雪梨慢火熬制而成 轻的去火比啤酒更配火锅 等于是这不是外面买得到的 就你们这里独有的 对对对对对 我们是独特的 就我们家才有的 听店长一番介绍 这鱼小焦毛肚火锅好吃的还真不少啊 如果您想来吃也应该知道要点些什么了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 店里已经做的满满当当 看来这人气也能代表口味啊 哎 吃的太饱了 吃的我肚子都撑大了 那么第十几点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也想享受美食又想得到一些优惠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 请关注地宝当家公众微信号 输入关键字 余小焦 说不定也可以收获到一份优惠套餐呢 每一只八方站的现状 总可以捧到我们里面 好多个粉丝 全部是特别的内心 因为我们的羡慕 有的玩 有的家 还有再打 是吧 只要咱咱就鬼了 好多年往八方站的 我告诉大家一个写密券 就是哪咖店毛铺 你就到哪咖家 好 谢谢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资料天多精彩理论 马上飞 今天的背影美被扫书是 我们的话题是 二孩来了 该如何摆平大宝和二宝 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意见 今天的背影美被扫书是 我们去到了科学育儿工艺联盟单位 广封冠军宝贝 运营生活馆新街店 丰西路店 以及小康城店 我们冠军宝贝是科学育儿联盟成员单位 我们承诺绝不卖假货 二孩来了 该如何摆平大宝和二宝 我们来听听新手爸妈们会怎么说 我女儿的话 我女儿的话也挺懂事的 她反正多了个小弟弟她也高兴 对于大宝的话 因为小宝现在其实还很小 就是不太懂事 大宝的话现在也就两岁多 其实她也慢慢懂事了 所以说我现在更多的会 关注我大宝小宝的话 可能就是 该从这抱一下哄一下 但是大宝的心 她的情绪 这方面我会更加去关注 这个要首先 跟大宝说一下 有弟弟妹妹了 爸爸妈妈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爱她 比以前还更多关心她 这样就怎么样交大宝去 那个爱护那个爱宝 二孩来了 该如何摆平大宝和二宝 怎样更好的教育孩子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 是父母要注意的 也真的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其实第一个 大宝因为相对大一点 其实父母首先要跟大宝达成一个共识 有一个性能 最好能建立良好的 信赖的亲子关系 那在这个前提下 二宝就相对比较好处理 那大宝跟二宝之间的关系 也会好处理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父母一定要以身作者 让大宝感受到 不会因为有了二宝 他的爱会丧失 或者会缺少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东西也不是 简单的时间的陪伴的问题 最关键的是 一家人要相互理解 达成共识 然后互相信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罗阿姨一家都是地道的江西人 口味上当然离不开辣 这不正准备做晚饭的罗阿姨 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辣椒给备好 但是罗阿姨每次切完辣椒的手 都红红种种的 即使是用水清洗也没有缓解 这个手还是辣的 所以辣椒怎么办呢洗不掉啊 相信这是很多爱吃辣椒的朋友们 都会遇到的问题 今天地宝当家给您知几招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辣椒辣手的原因 辣椒中产生的辣味的物质 是一种统称为辣椒素的辣椒碱 切辣椒时 辣椒素会粘在我们的皮肤上 会使微血管扩张 导致皮肤发红发热 并加速局部的代谢率 同时还会刺激痛觉神经 这就是我们平常会觉得烧手的原因了 哇阿姨不得了 你们家这个辣椒啊 我端在这儿啊 我就觉得特别辣 我家都喜欢 特别喜欢吃辣椒 特别爱吃辣椒是不是 特别喜欢吃 小孩也喜欢吃 也喜欢吃 江西人 喜欢吃辣椒 这个辣椒啊 辣眼睛都有一些 是辣眼睛 那餐餐都吃辣的话 那你觉得这个切辣椒 这手受得了吗 受不了洗啊 用什么水洗啊 冷水洗 冷水洗没用怎么办呢 多洗一下呗 多洗一下 手辣着就辣着 辣就辣嘛 天天也不习惯嘛 一般看呢 阿姨看看看 刚才切完辣椒 都略微有一些红 闻一闻有没有这个辣椒味 哎呀好重的辣椒味 就这么远的距离就能闻到 是啊是啊 阿姨知道您爱吃辣椒呢 但是切辣椒 总是因为这个手啊 被辣疼而烦恼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教你几个 食用的小翘们 您来看一下觉得怎么样好不好 好 其实啊像我们刚刚切完这个辣椒啊 手上会有一点点的辣度 是的 对会有点小刺痛哈 洗是对的 但是啊不能用冷水洗 要用热水洗 好 用热水洗洗 多洗一下 对要用热水多洗一下 但是有观众会说了 用热水洗 本来手就疼就辣 会不会用热水洗完以后 就更疼更辣了 再用热水洗一下 对了阿姨答对了 真的我们真的是先用热水洗完之后 再用冷水冲 冲一下对 这样就可以把手上面的这个辣椒 就淘汰 就淘汰 辣椒碱并不容易冷水 用凉水洗手或者是冰敷 只能暂时的麻痹神经 一旦停止 手依旧还是很辣 用热水冲洗完 虽然会感觉到更加的热辣 但是时间很短暂 辣椒碱会在高温下产生刺激性挥发掉 反复地清洗几次 再用凉水镇定肌肤 直前辣辣的感觉就会消失了 但是这个只是初级的 我们还有升级版的 想知道升级版是什么 想知道 你们家有没有醋 有啊 醋在哪里 肯定有啊 家里面是不是也挺爱喝醋的 一瓶都会放一些是吧 都会放嘛 嗯 都会放一些 是 那这个醋呢 其实也是可以缓解我们手 手上面呢就是辣椒这个辣痛感 真的不知道 不是你们讲不知道 不知道好 下次啊您要是做饭的时候 发现这个手实在是辣的不行 就滴那么一两滴醋 对 就跟洗手一样的 把这个手啊 涂抹的到处都是 然后再用水冲洗掉就可以了 这是因为食醋是酸性的 可以和辣椒减中和 所以不会再有辣的感觉了 这个方法比热水更好用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呃 最严重哈 就是你真的切了很多辣椒 就辣到不行了 实在是没办法 有什么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刷牙 会用到的牙膏 哦 知道了知道了 谢谢你 因为牙膏它里面本来就是带有这个清凉的 对 而且它的清洁效果也非常好 可以把我们手上这个辣的 痛感就去掉 下次我就用牙膏洗 嗯 用牙膏洗 这些都是我们亲身实验 总结出来的几个最佳方法 如果您再遇到这类问题 赶紧试试吧 想必不放过女子在这里吧 我们男朋友女在这里 就显得最佳小的 好 齐的哥哥小酒淋楼啊 小家碧玉啊 小鸟依人啊 都喜欢我们男朋友女在这里 但是锅子小弄用装衣服 弄用装衣服 弄用装衣服 显得高 尽量个美丽过头 好上这里团倒呀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丽课堂 我是琪琪 今天呢 琪琪又带着大家来 铜龙湾广场逛街 那么站在琪琪身边呢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色彩服装造型搭配师 罗娟欢迎 哈喽大家好 我是罗娟 现在已经到了十月份天气 所以琪琪呢 有个问题想问你哈 就是像在今年这种季节里 适合穿什么类型的衣服出行 像在现在秋天 就是慢慢天气慢慢变冷了 然后的话我建议 我们其实可以穿一些衬衫啊 卫衣啊 风衣啊 这些都是非常时尚流行的单品 这段时间的天气 真是让人难以琢磨 时而热 时而冷 这让很多人都很苦恼 在这样的季节 到底应该穿什么好呢 不薄不厚 还要穿的好看 那今天我们就来教您一招 那我想问一下哈 那么在接下来节目里呢 你想给我们的电视机前观众 带来哪一些这种服装上的建议 今天主要是想 就是根据模特的体型身材 去帮他选择适合他的服饰 不同身材的这种 这种模特是适合不同类型的衣服的 对不对 对 一般我们常见的体型的话 有X型 还有H型 Y型 听得好专业 而且好复杂 听不懂 这个是有什么固定的这种 核算的方式吗 比如说我 一般目测的话 很难准确的去定义出来 但是我们是会有一个专业的 一个数据的 女性体型共分为四种 X H T A 懂得判断自己的体型 你就会发现在服装选择上 会变得非常有效率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观众属于哪个类型 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模特 Hello 你好 来我们站中间 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佳佳 佳佳 我问一下哈 其实看她身材很素 而且看起来也挺匀称的 你对自己这种身材 这个特点满不满意 就是因为不满意 不满意 哪里不满意 腿太短了 腿短 来我们给电视机前一个特写 来我们转一圈好不好 其实这样看是比较匀称的 你觉得她是会很有明显的这种腿短效果 其实她的身材其实还好了 就是可能如果她没有穿对衣服的话 可能有无分的感觉 但穿对的话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佳佳对自己一直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觉得腿太短 拉长腿部比例 这个问题太好解决了 罗娟为她选择的是一件短款收腰上衣 搭配短裙 会有多显腿长呢 您看了就知道 那么今天的罗娟我们的佳佳 选择的是一件这种长袖的上衣 搭配一条裙子 我个人很喜欢这样的搭配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喜欢看这种上身暖暖的 然后下身 又可以看见腿的这种感觉 但是这样真的会达到她的这种要求吗 显腿长的 对 当然会 因为她比例产生了变化 那我们先来看看佳佳的变装效果 来 欢迎 哇 这样看起来也不会显得 觉得她看起来那么那么瘦 对 真的 今天为什么会想到给她这样的一身搭配呢 首先呢 这个半裙是非常短的 然后上衣的话我们也是显得非常短缓的 然后半裙它还是一个高腰线的 然后我发现有注意你给她选择这个衣服啊 她的这个腰线也是卡到这里 卡到这一块 她这样是二次突出她的腰线吗 对 是的 我们视觉上面看 其实从这个位置下面都是腿的感觉 从这个胸以下全是腿的效果 对 要想显腿长 提高腰线臀线是最关键的一点 提高腰线臀线的最佳搭配方法 就是收腰的上衣搭配高腰的下妆 今年非常 其实近年都非常流行是这种面料的 但是我有注意到 我不知道电视机型观众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特点 就是今天这一身衣服这种搭配啊 就是感觉它有一样东西特别多 就是它的拉链特别多 来 我们数一下 第一条 第二条 然后侧边两条 这已经四条 后面还有 对 它修得上两条 总共有六条拉链 而且这个拉链还可以这样打开的 很好玩这件衣服 是这样 但是这样穿的话 就感觉 你会这样穿吗 No 可以这样穿的 太酷了 因为我们可以把手放上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凹造型的一个设计 那这种今年是很流行这种金属感吗 还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我们冬天穿的衣服会比较暗沉 暗沉的色彩的话会影响我们面部的颜色 所以的话金属的这种 金属它的颜色是提亮的 然后再加上这种 小水钻 还有小亮片 这是一个小心机 包括这个裙子上也有 它都是可以调整你肤色的效果的 对 除此之外 鞋子上也建议大家选择坡根鞋 这样可以延伸脚面 在视觉上达到二次拉长的效果 秀要个爽异 还有高要个裙子 追射锅子 小个女生自尊 鸡先生有闲的教掌 观众朋友们 你们都记住了吧 好 今天的节目有给大家吧 再见了 明杨宁是礼拜一 希望大家 都以保姆和精神众来 迎接崭性的一个礼拜 明杨宁啊 我们店门 海系老司干 替保荡尖 天庆仔 不要问来了 肚子现状 马上肚子现状态 明杨再见 拜拜 各位观众 没错 那我们今天呢 是在广下社区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菜 跟这个鸡翅有关系 鸡翅一般我们就是 怎么做呢 家里都是红烧嘛 对不对 今天这个做法呢 其实还是有点特别的 就是用到这个可乐 但是还是要先问一下大家 像我身边这位叔叔 他就是很会做菜 是我妈妈的老